就在1月14日晚,中国唯一世界冠军熊敬南打响了他的冠军未免战,五回合完成日本柔道名将三福采嘉,第六次未免了自己的冠军。 熊敬南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世界冠军,他是拳击出身,从坑林爵到万冠军赛,熊敬南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曹亮级世界冠军,而且连续未免了五次。 熊敬南的对手三福采嘉是柔道出身,擅长摔法和地面技术,尤其擅长美式所奸,在他获胜的比赛中,几乎都是用这招降服对手。 整场比赛,柔道出身的三福采嘉真的不断尝试下险暴摔,几乎做了几十次的暴腿和夹镜,但一次也没有成功。 熊敬南的防伤能力越来越炉火纯青,而他的重拳更是完全碾压三福采嘉。 最终,双方打满了五回合,熊敬南一致判定击败对手获胜。 如今,熊敬南已经打破了万的威勉纪录,还明前五的拳手都挡了个遍,还有谁能阻挡他的脚步吗? 熊敬南!